大家好,我是楊國畢的 陽光男孩 身為一個運動型的陽光男孩呢 我非常喜歡運動 尤其是對球類運動呢 特別感興趣 例如 排球 羽毛球 狗壁球 籃球 桌球 溜溜球 扯鈴 欸,扯鈴的我也有扯過 對,這些我都有接觸過 但是我好像忽略掉 其中一種很重要 也很多人在關注的球類 那就是 棒球 說到棒球啊 我就真的沒有接觸過了 但我覺得這樣不行 既然這麼愛運動呢 怎麼能忽略掉棒球 欸,所以今天呢 剛好有這個機會啊 可以跟一些大學長呢 教學相長一下 帶一下小弟我呢 去練球 那我們四步一遲出發囉 GO OK,那我現在來到這個 看是非常健康的場景 那它裡面算是一個 室內的棒球練習場 就是有約了幾個球友 邀請我來呢 跟他們一起稍微練球 這樣 然後一進來 一進來 對 飛進去呢 跟他們一起練 那剛剛進去的時候 看到也還蠻多一些明星的 像是 阿翔啊 然後翻譯成啊 他們 阿翔啊 阿翔哥 翻譯成哥 你幹嘛都講一樣的人 阿翔 阿翔哥 對啊,那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在這個室內呢 因為室外在下雨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改換這個室內的場地 就是稍微跟他們交流啊 互動一下 對,畢竟這個棒球呢 還沒有專研過 去研究過 我知道…我今天早上來看你在那邊練習 這不是真的吃魚腔嗎 對不起,好像是這皮膚都在咬緊的 也不知道對不對啦 那我們就是進去 練球囉 GO 我剛剛看他們就是這樣 傳球啊 感覺好厲害喔 記得這個應該是這樣子帶的 OK,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找人 看看有沒有人來陪我一起練 丟接球 GO 所以最好是能夠順勢的出去 這樣,對對對 因為 晃球 有幾個 痛嗎 對,你要接到那個點 用這個地方接比較不會痛 好 OK,我覺得… 發現好痛喔 沒有,因為我在接球的時候 一直用這個這邊的杖子去接 然後發現我這邊接的時候 它就會特別痛 然後剛剛呢 這個偽裝的學長 他就叫我 就這邊有一個囊袋 對 然後你要接球的時候 要吃吃吃這邊接球 你不能… 在Dub在這一塊 你不能在這邊接 因為今天很痛 我剛剛十球有七、八球有什麼味道 好痛喔 因為棒球是講協調性的 是 所以你可能一開始會不喜歡 所以慢慢去抓到那個 順暢的那個感覺 好 先抓的感覺 對,剛剛講的這樣子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你剛剛是在哈羅 現在打擊練習 喔,所以是打擊練習 所以等一下分兩邊要去排隊 去打 OK,OK,好 我剛剛發現連逛投球都會累 都會流汗 有 逛投球練習就流汗了 OK,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跟他們打擊練習 GO 就學一點正規的 正規的嗎 動作回去 沒有完成沒有關係 好 基本上接正面股地球 比較不會講 好 好,OK 是沒有啦 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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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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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不過等一下上去 就知道了 有 有 我剛剛踢了一下 那是司機 還是等一下司機這個去打 才會知道那個感覺 好 我們等一下 這邊剛剛是練習的階段 在我們就是要換另外一邊上大集區 我們中場休息一下 像他們今天的練習 就是為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公益性的比賽 就是跟韓國 明星跟明星的比賽這樣 司機很可愛 我們現在距離拉比較遠 剛剛我們不斷拉比較近的 所以待會兒呢 就是要輪到我上去了 再長這樣 快球嗎 其實你剛剛 那你先回去看 我先看你的動作 好啊 對對對 你就直接揮 好 像你剛剛揮的時候 對 我們的球棒 要留上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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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還行嗎 哇 沒想到這麼的難打 我前面一直會幫肉空欸 我想問一下像剛剛打的話 還行嗎 OK啦 因為有些人一開始打的時候 都幾乎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眼睛都會跟棒子有一個 有一個差距 不是啊你看到 還不錯 對很不錯 可以啦 再練下去就好了 因為運動的時候 我一開始在打球一直這樣 都碰不到 我回放落後 可是就是需要時間來練習 好 對啊就是還是等下 因為運動嘛 所以還是等下要稍微練習一下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在練轉身 OK那這邊呢 也非常感謝阿翔哥啊 這次要親過來 跟你們一起賽平的一些暖身 對我們就是 只要有空的時間 都會稍微訓練一下啦 大家要碰碰球 找找球感這樣 對 感謝翔哥 因為像我本身就是沒有接觸過這個棒球 然後第一次來體驗就覺得 就還不錯 其實沒有關係的 因為一看伸手就知道 雷翔嘛 是 非常的認真 然後你學習不管在接球 或者是在揮棒 都非常認真 蠻有天分 真的嗎 還可以 還可以 第一次打的話這樣還不錯 比我們的小錢還好 你還沒走啊 沒有叫我 對不起 比阿甘還好 那最後呢 我們要稍微就是 說一下你們的這個資訊 是 那個 因為我們今年的這個 公益棒球賽 就在我們 11月9號呢 下午1點半 在整體股球場呢 由我們台灣的SUNSTAR 對上韓國的 ROMA ROMA 台韓的明星 慈善一演賽 希望南部的朋友 不管是高雄或台南評論的朋友 都一起來做公益 憑五張發票就可以進去 對 只要五張發票 OK 那我們就為他們加油 謝謝大家 OK OK加油 謝謝 OK啦 這一次的體驗 我覺得真的也是受益良多 其實他棒球呢 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我們在後面 在揮棒的時候 都一直都有空 這個自信心 他會有點受死 不過他們也是跟我們說 就算是第一次練習 一開始一定都是過程 那畢竟運動也要慢慢的去練習 要鍛鍊自己才會慢慢的變得厲害 那也要感謝這一次的活動 跟他們一起做體驗 那最後呢 沒錯 但是也要稍微帶一下 他們這一次呢 就是 十月九號禮拜六的 一點半 在高雄市的陳情虎 辦一場這個明星十三的棒球賽 只要五張發票呢 就可以入場了 這個主要是公益的 可是他不用錢 大家呢 再去多多支持他們 為他們加油 這麼早來運動 大家也要記得多運動喔 打棒球不錯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就幫我按照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所有的小鈴鐺 按鈴鐺 我們是小隔壁的 王岸海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跟妳講個笑話 看妳覺得怎麼樣 真的喔 對 好啊 你知道柯南嗎 柯南 那你知道柯南他為什麼每次 就是他都會穿同一套衣服嗎 不知道耶 可是他 可能沒衣服穿了吧 不是耶 就是他會怕人家誤認為他是新衣 穿新衣 OK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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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到一件事情耶 是 有一天那個小明回去呢 跟他阿嬤說 阿嬤你給我錢 我要買校服 這樣 阿嬤就說 哎呦 先生 小孩子阿嬤還沒試 去那邊校服 有沒有那個拼麻袋叫校服嗎 阿嬤還沒試 去那邊校服 阿嬤說 阿嬤你誤會了 不是我要穿而已 全校都要穿 阿嬤說 喔那我知道了 應該是你校長死掉了 全校要穿笑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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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看公益棒球賽 阿嬤 OK啦 阿嬤